今天我们有点像是结婚 然后让这个事情好姻缘 今天在这里发生 外送平台抢客大战开打 Foodpanda挖角Uber Eats的独家客户 餐饮龙头旗下21个品牌 380道外送美食 从10月起在Foodpanda独家上架 我们就这样子刚好合约到期的时候 然后我们因为这样子公司的政策 然后我们也找到非常棒的合作伙伴 合约到期后餐饮龙头决定换个平台 上线以来每日破百万业绩 据了解看重Foodpanda 台湾人常用度高达73.6% 而对于Uber Eats想要并购 Foodpanda台湾外送事业 公平会正在审议中 但劳动部反对取熊猫 Uber Eats则表示 积极和外送工会讨论诉求 并购案这边我们一直都是等待 公平会的立案 然后还有公平会这边的决议 那公平会目前就我们的了解 是在跟各方都在收集意见 而交通部日前预告 外送合理运驾准则草案 消机会不满外送运驾会议突袭 交通部17号也在开会前半小时 临时通知会议取消 交通部还在向各方收集意见 所以本身草案的内容还没有很明确 就是我今年的运费不会比去年贵 我会维持一致性的运费的水准 其实看看两大外送平台 近期都祭出优惠 像是Foodpanda针对制定区域 限时晚间免外送服务费 UberX则是投入于山徒儿灾后关怀应援 实现是满额免外送费 就盼在这样的多市之秋 还能持续抓住消费者目光 TB的新闻 新闻祥留宣 台北送费到